重达260公斤的车子 为什么用一根手指就能推动 神奇的悬浮从何而来 玻璃管道为什么能够让高铁贴地飞行 上千公里的时速能否实现 未来高铁究竟会是什么模样 敬请收看走遍中国 未来高铁 每到星期六都会有很多人来到西南交通大学的实验室里体验未来旅行 这透明的玻璃外壳像是一个通风管道 一辆没有车轮的小车悬浮在轨道上 大家对于眼前这个巨大的透明装置都感到很新奇 孩子们更是坐在车上玩得不易乐 不过这可不是一个供大家游玩的娱乐设施 而是一个包含了许多高科技的未来高铁雏形 它是世界上唯一一个真空管道高温超道磁悬浮环形实验线 代表了中国在高温超道领域最前沿的研究成果 我们大胆设想在未来二十年或者五十年内 连接城市的会是这样的透明管道 人们出行乘坐的高铁将是悬浮在这样的管道中 以上千公里的时速飞速前行 半个多小时就能从北京抵达上海 在专家的设计中 这种科幻电影里的未来高铁能否成为现实呢 中国高铁目前是世界上最快的高铁 曾经跑出了一小时486.1公里的世界铁路运营试验最高速 速度是衡量一个国家高铁研发水平的重要指标 追求更高速也是未来高铁发展的必然 目前世界各地的高铁主要采用轮轨技术 车轮与轨道之间的摩擦是提升速度的首要障碍 未来高铁要突破400公里600公里甚至更高时速 高铁研发人员将目光聚焦在了磁悬浮技术上 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去掉了车轮 也就去除了轮轨之间的摩擦 可以很容易实现更高速 2016年10月 中国最大的高铁制造商 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宣布 启动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列车巷 将会建设一条不短于5公里的高速磁浮试验线 并研制一列高速磁浮试验列车 项目虽然刚开始启动 但中国的很多高校早就开始研究磁悬浮技术了 这是西南交通大学牵引动力国家重点实验室的 一条与众不同的高铁磁浮试验线 架设于轨道上的小车没有车轮 邓自刚正在带领团队做一项常规实验 将一种像水一样的液体注入小车中 不用再借助其他外力 小车就会悬浮在轨道之上 现在这个车已经浮起来了 然后我们这个车的话可以根据需要 我们可以把它悬浮在10毫米到30毫米这样一个范围 但是一般根据经验值的话 我们现在这个车大概悬浮有20毫米的高度 看上去好像它是贴在这个轨道上的 那就是稍微有一个动力 它就可以以很快的速度跑是吗 对 因为它没有接触 因为我看这个车一直在晃啊 那我实际上可以理解为 我是几个直透可能性的吗 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 天哪 这是一个直透的力 它就可以跑得好远 因为去掉了车轮 车子不接触轨道 直接悬浮在上面 重达260公斤的小车 用一个手指就可以推动 记者学习了基本的操作常识之后 坐上小车进行了一次亲身体验 真的有一种很有科技的感觉 首先我是在一个相对秘密的一个管道里面在跑 船是在水里面 这个呢是漂浮在空气当中 所以但是我本来以为上车以后会有很重的这种颠簸呀 包括前后的一种在海浪上的感觉 但是环境没有 非常的稳定 坐在车子上体验了20分钟之后 我们对这辆悬浮的小车更加好奇 原来这辆车叫高温超导磁悬浮车 其实对于磁悬浮我们并不陌生 上海磁浮列车以及长沙磁浮列车 都是通过电让车悬浮在轨道上方 我们今天乘坐的这辆高温超导磁浮车 却并不是通过电来实现悬浮 那么它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又为什么能够代表未来高铁的发展方向呢 邓自刚用一个小实验 为我们演示了车子悬浮的原理 原来高温超导磁悬浮离不开超导材料 和一种神秘的液体 我给你看一下我们这个高温超导磁悬浮 工作的时候采用的这个智能界 那现在你看到的就是这个液氮 液氮 对 那您一摇起来的时候 我感觉像煮沸的水一样 因为液氮的温度比较低 它是零下196摄氏度 所以说现在我们在这个室温的环境里面 看到的话它就是一个沸腾的一个状态 高温超导中的高温不是成百甚至上千度的高温 而是超乎想象的零下196摄氏度 之所以称它为高温 是因为还有一种低温超导 它采用的制冷剂是液氦 温度是零下269摄氏度 远远低于液氮的温度 不过加入液氮还不足以让车子浮起来 邓自刚拿起了一块黑色圆形物体 这个才是车子浮起来的关键 就有一块我们这个高温超导材料 这就是车里面最关键的技术核心 对 这是高温超导材料 这一块的话在我们的磁院服车里面 大概就可以浮个20公斤左右的这样一个力 就这么小小的一个超导块 就可以浮20公斤40斤的力 不是在低温环境里面 它就是一个普通的一个陶磁材料 就是无色无味也没有任何的磁性 但是如果一旦在这个低温环境里面 它就会发生这个超导现象 所以就会带来我们这个神奇的磁悬浮 现在就可以悬浮起来了 现在就可以了 那我首先要把这个垫片撤下来 对 要不你来撤吧 我帮你扶一下 那扶了之后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现在把手放了 你可以看到一下下面的一个变化 看一下吧 扶起来了 而且大家看它像钟摆一样 在来回的摆动 这是因为轨道不是太平的原因 对 大概有一两毫米 对 加了液氮和超导体 不仅可以让小车扶起来 更神奇的是 小车不需要其他动力 只需要用手指轻轻地一推 就能像赛车一样飞驰 眼前这个装置看着很简单 但是为了寻找高温超导材料 中国人付出了多年努力 1987年 华裔科学家研制出了 以备铜氧超导体 便宜好用的液氮 替代了昂贵的液氦 从此之后 中国对于高温超导领域的研究 就一直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将高温超导磁浮技术 应用在轨道交通上 是西南交通大学首创 2000年 西南交通大学超导研究所 研制成功了 世界上首辆载人高温超导磁浮实验车 世纪号 世纪号的研发专家 是邓自刚的老师 邓自刚从2004年至今 一直投身于高温超导磁浮技术的研究 2013年他带领团队搭建完成了 中国第一条载人高温超导磁浮试验线 在邓自刚看来 高温超导磁浮列车具有很多优势 拿开以后是在空气当中 就是这么一个重量 但是一放上去会觉得特别的沉 然后直接就钉在这个轨道上一样 而且你看 我往左或者往右 轻轻地动的话 它都是回到这个轨道上 独特的一个叫磁通钉搭力 表现出来就是一个回复力 它这个回复力的话 就能够保证这个小车不会脱轨 这样想要把它拿开的话 其实是要用很大的力气才可以的 它也可以产生悬挂 它可以挂在这个轨道的下方 它现在就其实是悬挂是吧 对 那也就是说这个磁悬浮车 不仅可以坐 就是在轨道上面行驶的 如果说坐双向的交通的话 其实也可以同样一个轨道 上面有车下面也有车 理论上是可以的 那刚才看这个悬挂的话 其实就上面讲了一个 磁通钉扎效应 除了悬挂跟悬挂之外的话 它可以实现360度的 任意一个方向的一个悬浮 和悬浮其实也是一样的 你轻轻用过力的话 还是可以把它推跑 像钉子一样 定在轨道上的稳定性 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的能源 以及360度的悬浮 这些都赋予了高温超到磁浮 独特的优越性 其实磁浮列车 一直是中国高铁 未来发展的一种主流趋势 很多专业人士认为 未来高铁要实现更高速 磁浮列车是必然选择 赵妮娜 人民铁道报社副总编辑 十几年来一直关注研究中国铁路发展 从以前的绿皮火车到现在的高铁 全部被它一字一句写进了书本里 在他看来磁浮列车一定能够在 未来的轨道交通体系中 占据一席之地 现在我们最常见的是 就是说我们高铁到了地面的平层之后 那么我们往下就换地铁了 就几乎所有的高铁车站都能实现了 那么未来就是说我们可以往上走 那么我们去做磁悬浮 去做成绩 让我们的生活 就是说这种交通方式更为快捷 扶起来的高铁列车甩掉了车轮 成了呼一飞的列车 未来以速度取胜的中国高铁 要继续引领世界潮流 不但要飞起来 还得不断降低自重 轻装飞行 所以不断改良车体材料 实现轻量化 是高铁制造从始至终的追求 现在的高铁车体普遍采用铝合金中空形材 已经大大降低了车体自重 但是对于高铁列车身轻如燕的要求 会越来越高 杨洁 西南交通大学力学与工程学院教授 专攻工程力学研究 为了打造未来高铁的车体 他正在做一个大胆的尝试 他们是把我们刚生产出来的一个碳纤维车体模型 放在安装架上 这是一个碳纤维做的车体 所以它有那么高那么大 我看几个同学就一起排动了 你好 这个重不重啊 不重 大概四个人到五个人能量 四五个人就可以 这个是跟高铁的车厢 一比一的模型做的吗 对 是一比一的模型 它的高度是二米七 宽度是二米五 在长度方向上 我们截取了两米来做 这个两米长的试验样车 车体全部采用碳纤维材料 去掉内饰 整体的骨架只有115公斤 相当于两个成年人的体重 这是传统车体所用的金属材料 好重啊 看着这个不大呀 但是这个是 9公斤左右 这是9公斤 我们再来看这个材料 这一块呢 你来试一试 这个就是纯碳纤维的板材 它是一张新材料 我一只手可以拎得动 四公斤左右 这是四公斤 所以它其实减重了不只是50% 对 差不多就这个量 碳纤维作为车体材料 能够大幅度降低车身自重 但是它是否能够保证 列车运行中车体的安全可靠呢 对于碳纤维的两个重要特性 杨洁用两个小实验为我们做了说明 碳纤维和这一个铝合金 来比较一下它的抗酸性能力 好 您准备了一瓶 这是酸性液体 这是什么 这个是盐酸 这个盐酸的浓度有多少啊 这个盐酸浓湿度是75% 就算是浓度比较高的盐酸了 浓盐酸 将浓盐酸分别滴在两种材料上 过不了一会儿就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它整个表面上已经发污了 刚才是有机器发露的 对 产生了很多小气泡 在酸的底下 这个碳纤维没有任何变化 是的 好像就像一滴水滴上一样 对 它是对酸性成堕性的 酸性环境对于车体材料的腐蚀 既影响车体寿命 也会影响运行安全 所以车体材料需要具备很强的耐腐蚀性 同时阻燃性也是需要考量的另一个重要特性 这个喷枪大概能达到多少的燃点 可以达到1200度左右 很有说服力了 你小心 已经烧红了 对 从我这个角度来看 整个这个酸性环境材料已经很红了 就像刚 这个一一开以后它就歇了 对 一开以后 以后它就歇了 您再燃一下 已经完全烧红了 是的 要很快 你看没有几秒钟的时间 它就完全熄灭了 就完全熄了 我能摸一下吗 完全没有热度 就跟空气当中摸一个桌子的那个温度 感觉是一样的 它的隔着性能非常好 它传着系数非常小 所以这就是您所谓的一个很懒惰的材料 惰性材料 碳纤维虽然貌不惊人 但却具有耐高温 抗腐蚀等很多优良特性 在选择未来高铁车体材料的过程中 碳纤维进入了人们的视野 2011年 中车四方自主研发了一列更高速度试验列车 在试验平台上 它跑出了时速605公里的世界最高速 这列列车就采用了碳纤维复合材料 降低了车体重量 同时还提高了刚度 可以说碳纤维的使用 不仅让未来高铁成功瘦身 更为它塑造了优美的形体和刚健的筋骨 去掉车轮让高铁列车在轨道上飞了起来 换上碳纤维材料 则让高铁变得更加轻盈 未来高铁的列车要跑得更快更稳 轨道也要大变身 是一个密闭的管道 然后我们有抽气口 可以在里面创造一个低气压的环境 可以模拟这个飞机 类似我们现在里面可以抽到0.1个大气压 类似我们飞机就飞行在16000米这样一个高度 飞机之所以速度快 就是因为它飞行在万米高空中 几乎没有空气阻力 而当地面上的高铁列车 时速超过400公里时 80%左右的动力 是用来克服空气阻力 要在地面上创造一个 没有空气阻力的高空环境 科研人员想到了真空管道 地面轨道交通 要想克服这个空气阻力的话 唯一的办法 那就是需要采用这个真空管道技术 可以在里面创造一个低气压的环境 克服空气阻力做工 这部分的话可以作用在驱动我们这个磁悬浮车上面 变成动力 对 所以它的速度就会很快 真空管道加上高温超导磁浮 既消除了轮轨摩擦力 也消除了空气阻力 两者的结合形成了邓子刚心目中 未来轨道交通的新趋势 真空管道高温超导磁悬浮 未来这种新型的交通方式 可以达到上千公里的时速 但是列车以这么高的速度运行 会遇到另一个问题 无论火车还是汽车 拐弯时都要降低速度 这是因为高速拐弯时会产生巨大的离心力 很容易翻车 拖轨或者失去平衡 高温超导磁浮系统也是一样 西南交通大学超导中心赵勇团队 正在尝试用另外一种方式 解决磁浮列车高速转弯的问题 它不是上下悬浮的 而是这个侧面悬浮 侧面悬浮就类似于一只壁虎 这个爬在墙上 但是没有挨着墙 就是现在轨道其实是里面 那个黑色和银色那个位置吗 对 对 对 底下这个不是轨道 底下不是 底下是电机 驱动用的 两面都对它有作用 可以这样理解吗 这边是一个悬浮的功能 底下是一个驱动的功能 虽然高温超导磁浮能够实现悬浮悬挂 但是让磁浮车在环形跑道中飞檐走壁 真的是一个天马行空的设想 但对赵勇来说 这些都具有实际的应用意义 高温超导它的这个钉扎性呢 就使得它呢 永远只在这个轨道的这样一个上面的自由的运动 一开离开轨道的时候 它有一个力 让它自动地回到这个轨道里边来 我们把它称之为导向力 那么测浮情况下也是一样 你只要在这个轨道的周围在运动的话 它就能保证它悬浮和导向的稳定 以后应用过程中间呢 我们以上下悬浮为主 测浮的时候呢 可以用在一些特殊情况 比如说高速转弯呢 为了达到在环形轨道上高速运动的目的 赵勇大胆设计了测浮式系统 把轨道铺设在侧壁上 车子通过壁挂的方式来运行 用磁浮力克服拐弯时的离心力 以达到更高的速度 在此前第二阶段的调试中 测浮系统已经达到了150公里的时速 赵勇希望今天的测试能够突破150公里 现在呢我们就可以让它抽真空 进入这个真空管道这种状态 就后面就可以进行高速的这种试验呢 大概多长时间可以抽真空 今天我们的实验是抽到5800 相当于把管道内95%的气体抽出来 一台功率7.5千瓦的机械泵 只需要几分钟的时间 就能迅速抽掉管道内的空气 机械泵启动 大屏幕上的管道压强曲线表 也开始发生变化 随着管道内压强的不断降低 相对应的模拟海拔高度 也在不断上升 在近乎真空的状态下 磁浮车的运行速度在迅速提高 但是究竟能否突破150公里的时速 现在管道的压强是5600多帕 然后模拟的高度相当于是 19000多米 不太2万 就接近2万的这样一个高空的这个 它模拟的这个高度已经是 比飞机飞的还要高 比我们客机飞的要高 现在已经通过150了 160 它的损态速度还不稳定 最高速度是指它的平均下来 那您现在觉得 这些顺势速度平均下来的话 有可能超过150 最近那它超过 已经超过150了 我看您的学生这边 已经都松了一口气 实验是结束了吗 驱动的电源我已经把它关了 您可以看它那个平均时数 它是在150左右 现在因为是在减速吗 减速对 它那个平均的那一 相对平的那一段的话 它应该都是在150以上 对对对 所以说我们今天的这个 试验是非常成功的 太好了 在这次真空管道的测浮试验中 赵勇达成了自己心中的预期 下一阶段的测试目标 是时速300公里 其实真空管道运输的理念 并不稀奇 20世纪90年代 就有工程师提出过这个理念 2013年 美国人埃隆·马斯克 提出超级高铁概念 车厢像一个胶囊一样 放置在近乎真空的管道中 也被称为胶囊高铁 理论速度可以达到 每小时1200公里 2016年 超级高铁推进系统 进行首次户外测试 三米长的实验小车 在两秒内 加速到了643公里 而在中国 赵勇团队已经在畅想 未来这种超级高铁 能够实现更加便捷的公交化 比如说从北京 你们家到成都 西南交通大学 是吧 你就可以下楼以后 旁边就有这个 这个上站的这个站口 就像我们上帝写的站口 这个时候没有管道 它不需要 因为在城市里边 市中心啊 这一段距离很短 我们只需要比较 适当的速度就行了 进入真空管道 刚开始进来以后 到七杂站 它就要把它抽到 跟真空管道一样的真空 也就是说在这一块里 它可以达到最高的时速 最高的速度 对 然后它到达了这个 下一站以后 它也是同样 把这一块 要把它封闭起来 然后把大气放进去 让我们的车 跟大气联通起来 这样我们乘客就可以 乘客就可以自己下车了 对 就回到了这个 我们通常的长压状态 在赵永的展望中 这种真空管道 加上超到磁浮的 新型运输方式 使得蔚来高铁 能够实现零高度飞行 一个多小时 就能连接相距 两千公里的 北京 成都两地 未来人们的出行 将会更加便捷 不论是真空管道 超到磁浮 还是碳纤维 都是对于 未来高铁列车的设想 其实对于中国来说 未来高铁 不仅仅是一条线路 或者一辆列车 而是一个 以高铁为核心的 交通体系 目前中国高铁里程 已经位居世界第一位 未来五年 中国高铁总里程 将达到三万公里 覆盖全国80%的城市 越跑越快的中国高铁 不仅连接起中国的城市 更要构建一个 周际的交通网络 2017年1月 首列中欧班列 从义乌处罚 历时18天 行程12451公里 到达目的地伦敦 在这次行驶过程中 中欧班列需要两次换车 这是因为 每个国家轨距不同 也就是铁道的两个钢轨 之间的距离不一样 所以货物在出入国境的时候 就需要更换到 另一列列车上 要实现不同国家 之间的火车联通 就需要研制 可变轨距列车 目前中国中车 已经启动 时速400公里 可变轨距高速列车项 未来中国高铁 实现跨国联运 在周际 也能够畅通无阻 在赵尼娜看来 未来高铁 不仅联系 大洲之间 城市之间 甚至城市内部 每栋高楼大厦之间 也会通过高速列车 联通起来 可能我出了办公室 我想从央视 到那个广报 那么它们之间 有一样这样的一个通道 我从央视上到 央视大楼的多少层 我上的过程中 我可以预定这车 在手机上 到了之后呢 我看到我的编号的时候 我上去 我不用驾驶 这个轨道车呢 直接就会把我送到 然后呢 无人驾驶 私人空间 到站了 它自动开门 我就下车了 然后它在沿着轨道 去别的地方 它在诉讼别的人 眼前这辆小车 与我们想象的 未来高铁相差很远 但是未来 总是有无限的可能性 说不定这种 绣针高铁 真的会实现 在中国科研人员的 专心研究下 未来高铁的实验 已经展开 技术难关 正被一一攻克 我们相信 不远的将来 这些如科幻世界 一般的场景 都能成为现实